第四十六章 二姐 我什么都没说呀 真言整张脸红的都不成了 温氏看得暗暗高兴 还是把真妙给支走了 妙儿 不是说要亲自做点点心 给你二姐吃吗 还不快去 等真妙走了 拉着真言问 雁儿 姑爷对你如何 真言点点头 我看姑爷的模样也是斯文有理的 到底是师叔人家出身 雁儿 你心事本就沉稳 将来再生个儿子 就算是彻底站住脚了 我知道的 娘 真言想起孟严年 微微地低了头 师叔人家确实是不同的 他嫁过去前就打发了那些通房 这几日孟严年也是极细缠着他 真言想得脸上发热 不敢再想了 你公婆如何呢 嗯 公公话不多 见得也少 婆婆对我还算客气 对长辈 真言并没有打算多说 婆家到底不比家中 只要公婆是懂理的 她自信能讨了他们的欢喜 真妙端着一个托盘进来 二姐 娇儿还有一些秋燥 知道你怕热 我下来些面条 真言扑哧一笑 还好你姐夫没跟我们一起吃 不然该笑话四妹你了 就拿面条招待我 真妙撇撇嘴 那是二姐夫没口福 这才几天 你就一口一个你姐夫了 生怕我不知道 自己多了个姐夫似的 说着把托盘放下 温氏二人看了却大吃一惊 只见托盘上摆着四段白刺小碗 每一个小碗里面的面条颜色 都是不同的 竟有八种颜色 红的 粉的 绿的 橙的 看着漂亮的不像画 这 这是怎么做的 温氏忍不住问 真妙就笑 娘 二姐 你们尝尝看 每种颜色的面条 口味都不一样呢 温氏尝了一口绿色的 这 这是菠菜味的 粉色的 我吃着酸酸的 滑溜清爽 却不知道是什么做的了 真妙也为真妙的巧思吃惊 真妙撇她一眼 反正你四眉小气巴拉的 才不告诉你拿什么做的呢 你这个稽丑的丫头 真妙伸出手捏她一把 温氏省不住道 那边也该开席了 妙儿 不如弄些面条送过去 此时正是中午 按理说是不用饭的 但回门这一日 金娘子要在天黑之前赶回婆家 就把这顿宴席挪到了中午 只儿二姐 别嫌我亏待了二姐夫就成 真妙笑嘻嘻地道 今日回门来的都是至亲 男女宾客并主家家起来 通共不过四桌 就设在了花厅里 也没有用平分隔着 方便认清 真妙扶着真妙出来 说笑得最热闹的那一桌 便看过来 真言微红了脸 走到老夫人那桌 真妙也没好多看 蒋晨心下叹口气 喝了一口闷酒 陈表弟 怎么 有心事 真幻拍了拍她肩膀 蒋晨吓得差点摔了酒杯 忙摇头 没 就是想这锅子坚快开课了 也不知先生们严不严厉 陈表弟学问这么好 还担心这个 那我一兄 我是连饭都吃不下了 真幻打趣道 正说笑着 就见两个丫鬟 各端着一个托盘过来 弯腰把托盘放好 上面摆着八对小碗 正好是八种颜色面条 一桌八人 可以挑两个颜色 大姑娘真宁的夫婿 韩庆语 审不住问 身为长公主长子 什么山珍海味没有吃过 这样奇特的面条 却是见都没有见过的 其他人 亦是跟着问起来 蒋诚却不由自主地望向真庙 真庙正挨着真言坐着 埋头吃得正欢快 根本就没有往这边看上一眼 蒋诚收回目光 伸手拿了一碗粉色面条 恰好是真庙 今日衣裙的颜色 陈表弟 你什么时候 学会先下手围墙了 郑焕取笑道 蒋诚看完真庙拿面条 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 被真换这么一说 顿时是酒吗 幸好端面条的丫鬟道 这是我家四姑娘 特意做给二姑娘吃的 怎么做的 我们府上厨子恐怕都不知道 不过这面条有个雅致名字 换作彩虹面条 另一个丫鬟明显俏皮一些 笑道 所以讲公子先下手围墙是对的吗 这面条每一种颜色口味都不同 一个人却只能选两个颜色呢 众人都笑了起来 韩庆雨往真庙那边看了一眼 这位四姨妹 似乎和阿宁说的有些不一样呢 一顿饭吃得喜庆热闹 因着真庙做的彩虹面条 更是添了几分趣味 连整日念叨着阿贵的老伯爷 都多吃了一碗 看着精神好了许多 废话也少了 老夫人暗暗的满意 要不以后让丝丫头 天天给老混蛋做彩虹面条得了 想起老伯爷 老夫人就牙齿疼 跟着这么一个胡闹的拙 过了这么多年 说夫妻勤奋其实并没有多少 她只盼着一家安乐 伯父别再败罗下去 子孙有个不错的出路就行了 看着一脸修逸的真言 还有几个花骨朵般的孙女 老夫人欣慰地点点头 一日就这么过去了 剑安博世子暗暖了几日 终于寻了个机会 给六皇子那边送馅 六皇子看上信上的内容 狭长的模子 逼成一笑 模中拨光点点 说不出的风华流彩 主子 剑安博世子的人 还在等着您回话 您看 拿笔墨来 六皇子笑得光滑璀璨 脑海中浮现那个女子 怯弱宁静的模样 确实一声冷笑 真是不知所谓 到底是她 还是剑安博父 竟会以为她一个皇子 会允许一个血脉 不明的孽种生下来 只有一个幼女 真的是以为 她想儿子想疯了吗 便是她已经尽了府才有的 这孩子她都不可能要 她的长子 可以不是正妃所出 但是却绝不能由一个 五美苟合的女子肚子里爬出来 小四接过六皇子的书信 出去递给等候的人 这是我们主子的答复 说着塞了一个元宝 这是我们主子赏你的 等待的小四大喜 连连谢过 回了剑安博父 直接去见世子真剑文 六皇子回心了 真剑文见小四 喜上眉梢 心中一喜 小四连连点头 回了 还赏了小的一个元宝 她虽不知道 世子传的是什么信 但对方既然给了回信 还打了赏 看来这趟差事 办得是不错 真剑文也是这么认为 打开信一看 差点以为自己看错了 上面明明白白写着 孩子不留 省两个月后抬进府 真剑文手一抖 信落在了地上 这怎么可能 小四忙俯身去捡 真剑文抬脚把小四串翻 谁让你去碰的 滚出去 等小四连滚带爬的出去 真剑文却越来越烦躁 抬脚去了大夫人蒋氏那儿 世子尖没上牙吗 蒋氏明知故问 真剑文忍了诱人 还是把心递给蒋氏 蒋氏 你看看 这是六皇子的回复 蒋氏看一眼 心中就乐了 到底是皇子 真剑文还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既然是六皇子不顾俗里 掉了静儿 他怎么会 怎么会 蒋氏心中痴晓 世子这是以为 他的宝贝女儿魅力极大 把皇子都迷得神魂颠倒了吗 不顾俗里 可能是情不自禁 还有一种更大的可能 送上门来的 不要白不要 不是吗 如果是后者 六皇子凭什么会要这个孩子 真以为是宝贝金疙瘩吗 蒋氏不明白 世子平日里 看着也是精明的 怎么遇到三丫头的事 就拎不清了呢 早就预料到这结果的蒋氏 无声地笑了笑 那一夫人看 此事该如何 世子 您是糊涂了吗 此事自然是六皇子怎么说 我们伯父就照做了 不然还有别的选择吗 蒋氏终于痛痛快快地说出了这句话 一个庶女 也想踩在她的女儿头上吗 真见闻总算认清了事实 那就拜托夫人 其料理此事吧 蒋氏摇摇头 世子 这事若是由妾身去做 静儿恐怕要恨我一辈子了 真见闻沉默一会儿 道 那我来安排吧 谢烟阁里 真经已在榻上 正算着日子 真言回门都过去好几日了 按理说也到了时候 不一会儿栏香进来 姑娘 林嬷嬷请您去明华院 真经笑了 我收拾一下就来 姑娘 婢子伺候您 蓝香手脚利落地给真经收拾好 扶着她出去 路过站着的刘嬷嬷那 真经笑一声 这些时日 辛苦刘嬷嬷了 日后我会借着刘嬷嬷的辛劳的 不敢劳三姑娘惦记 刘嬷嬷嬷功声道 真经只觉得长出一口气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血烟阁 如今桂花开得正好 真妙打算采一些做桂花糕 带着两个丫头 正在园子里打桂花 哎 阿卵 别打低处的 这桂花 要采高出向阳的才好吃 真妙狠住了阿卵 拿着个小竹竿垫了脚尖 够树尖上的 却够不着 姑娘 看我的 清哥把竹竿一伸 上前一步 双手抱住树干猛摇 桂花扑速速落下来 落得三人满头满脸 姑娘 您看 好多呢 真妙哭笑不得 清哥 你快给我停下 你这么摇 桂花虽然摇下来了 那可怎么分得清楚 哪些是树尖上的 哪些是低处的呢 哦 我忘了 清哥不好意思的挠挠头 真妙仰头 看着桂花叹气 他答应给老夫人做桂花糕 可偏偏碰到和吃相关的事 就有点强迫 用字一等的桂花 做不出那个味来 就情愿不做得好 真妙四想喵喵 嘿 没人 阿卵 有梯子吗 阿卵抬头看看 摇头 梯子 没有靠的地方呀 嗯 那你会爬树吗 阿卵脸色怪异的摇摇头 清哥 你呢 清哥一脸惭愧 姑娘 鼻子 只会摇树 真妙露出个意味深长的笑 阿卵看得心中一沉 抢先倒 姑娘 您该不会想爬树吧 看阿卵姨父 你要是敢爬树 我就死给你看的表情 真妙摸摸鼻子 哪能呢 你叫姑娘温婉贤树 哪能做出爬树这种事 好后悔的丫鬟出来呀 清笑声传来 真妙回了头 就见真幻 蒋成和新来的四表哥温莫言 站在不远处 旁边还站着真兵 真欲 碧温亚韩姐妹 大哥 你们今日不是一起出去买菊了吗 真妙的婚事一过 世子很快就到了八月底 眼看着重阳节要到了 重阳节前 青年男女们买菊来养 到了重阳那一日 再摆出了一起评赏 世间雅士 一大早 真幻就领着兄弟姐妹们出府了 唯独真妙没有去 四妹 原来你死活不去 是跑这儿来蜡手催花了 真幻笑得古怪 显然是想到了真妙曾经从树上摔下来的事 真妙倒是一脸坦然 我就是知道自己擅长蜡手催花 才不去买菊花的嘛 这桂花吃进肚子里 可不叫蜡手催花 这一叫善始善终 谬论 真幻撇撇嘴 表妹是要树尖上的桂花吗 温莫言问 嗯 真妙点头 温莫言走了过来 表妹把兜子给我 我来谢谢 结果真妙递过来的兜子 温莫言挽起衣袖裤腿 在众人目瞪口呆中 十分利落地上了书 真妙倒是没有惊讶 记得小时候去外祖家 就见识过这位表哥爬树的 那一次被二舅舅发现 他还被狠揍了一顿 表妹 这里的行吗 温莫言踩在树上 笑着往下望去 阳光洒落在他脸上 看起来竟有些透明 可以的 四表哥 你小心一点 真妙叮嘱道 蒋成抿了唇走过来 见他玩洗衣袖 真妙纳闷 江表哥 你做什么呀 爬树 蒋成有些不敢看 真妙的眼睛 强撑着刀 我也会的 好吧 他说谎了 早知道不读那么多书了 爬树什么的 应该不难吧 蒋成表现得云淡风轻 心中却紧张无比 到底先生哪条腿呢 蒋表哥 不用了 真妙不知道蒋成的纠结 实话实说 我觉得 这树恐怕经不住两个人 蒋成顿时无语 摘够了桂花 温莫严利落地下了树 把兜子递给真妙 真妙到了信 四表哥 等做好了桂花糕 我给你送去啊 真幻咳嗽一声 真妙忙道 四表哥摘了这么多 大家恐怕都要吃撑的 真妙撇撇嘴 刚要笑话 她就想着吃 人却震住了 眼睛直直望着前方 众人察觉她的异常 都顺着目光望去 就见一个披着 针喉斗篷的女子 站在不远处 真静静地望着这边 身边还跟着一个摸摸 竟是许久未见的真妙 怎 怎么会是三姐 真妙不可思议地道 一时之间众人谁都没有言语 真静湿湿然走了过来 真静在不远处站定 冲真幻吟吟湿了一力 大哥 真幻皱眉 三妹身子不好 怎么出来了 当心吹了风 真静心里冷笑一声 也不辩驳 目光就落在真妙脸上 真妙刚刚奋力打桂花 脸上的潮红还未褪去 晶莹的汗珠挂在脸颊上 看着就有朝气 真静无声地勾了勾唇角 真是羡慕呢 明明是犯错在先的人 偏偏事后撒脚买乖的 就没有人再怪嘴了 既有了好心事 还因为这门好心事 得了长辈的看重 能这么快活地活在阳光下 可他呢 明明是被连累着退了清 只得嫁一个寒门小户 还是寡母带打的 姨娘说得对 寡母当了婆婆 能有什么好 嫁人 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 她不过是 为了自己的一生 搏上一搏 就像一只发了眉的老鼠 被关起来 若是没有这个孩子 恐怕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见光吧 阳光 可真是好 真妙看着 若不胜一的真静 心里就发凉 微微欠身一礼 三姐姐 真冰真语 也跟着行了礼 真静回了神 魔光在温家兄妹 脸上落了落 稍微浅身 我还有事 就不打扰大哥 和妹妹们了 竟是没有再多言 转身走了 真红色的斗篷 拖叶到地面 随着走动 隐约露出青色的裙摆 显得背影格外美丽 三姐看着很不一样了呢 真冰难难道 哼 真妙撇了撇嘴 温莫言兄妹 见真家兄妹 没有介绍来人的意思 识去的没有多问 真妙恢复了笑容 大哥 今日既然难得碰到一起 不如一起去祖母那里 我做桂花糕给你们吃呀 你把大嫂也请来 你大嫂走动不方便 回头给她送回去就是了 真妙白了真幻一眼 大哥 这你就不懂了 大嫂现在离生产还早呢 才要多走动走动 这样到时候就没有那么辛苦了 你一个姑娘家 懂得这些 真幻不满地看她一眼 那个 我不懂 是听太妃说的 太妃会和你一个姑娘家说这个 真幻很想问 终究是不好随便说长辈 默默地派了个小丫鬟 去请余世了 二表妹 老人家洗净 我们就不去打扰了 温雅寒拉着脸有些不甘的温雅祈祷 说实话 这位表姐规矩懂理 半点便宜都不肯占 真妙却难以亲近起来 但如今真言出阁 她身为主人 却是不能冷落了的 三表姐不了解祖母 祖母是最喜热闹的人了 要是我们都去了 只有你和四表妹不去 祖母是要骂我的 真妙劝道 三姐 温雅祈悄悄喊了一声 见妹妹一脸祈求 温雅汉心中叹了口气 到底是点了点头 一群人相伴着去了宁寿堂